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算找到了 就是这一本 你也不要 赠霖 老师 清冷 天后 我保持你 别哭了 你不是说你没回来吗 我回来 没有告诉你是因为 我有话要跟你说 其实我也享受很久了 那一次 我们也游东湖的时候 你送我去机场的时候 可都错过了 我做足了准备 想要在图书馆里面 安安静静地 把这些话跟你说 可是 还是这么狼狈 遇见你之前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渺小 我觉得 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地工作 生活 但我一直是孤独的一个人 开心也好 难过也好 都我也不做到 直到我遇见了你 就像你小说里面写的一样 我的世界 突然多了一个宇宙 对于我来说 更有意义 你也让我确认 你就是我一直要寻找的那个人 全世界 只有你一个人 每一个 好了 来老师 你说你想不出来也就算了 好 为什么还要偷学我写的话 我也 不止偷学了这个 还有一个 你写的 关于接吻的片段 不行你自己看 她吻得那么用力 那么猛烈 左手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腕 右手按着她的后脑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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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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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没 没有 我没有写过吧 有啊 不信你自己 看一下 对吧 Zither Harp 这一幕在我心里 受想过无数次 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来跟你说这些话 现在 我们就在我们第一次 相遇的地方 静静地 把这些话讲给你听 送礼 你可以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送礼 那我把戒指给你带上 来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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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带我 好 我愿意 有点大 不大 嗯 它跑我掉的 不准再走了 不走了 不准才走了 不走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你那三天可见的朋友圈有什么可看的 我半分钟就看完了 哼,那你就不好奇三天以前内容是什么 我有什么可好奇的 不就是今天带妹子去乌桐酒吧喝酒 明天带妹子去开卡丁车 后天再带妹子去泡温泉 我的朋友圈照片上面只有鸡尾酒 卡丁车还有温泉 你怎么脑补了一个又一个的妹子 我还不了解你嘛 那我今天就一张一张地跟你解释清楚 哎呀 这一张 我对面确实做了一个女孩 但那是胖子的新女友 这张 全场就这一个女孩 老胡的侄女才八岁 还有这张 乍一看 这又长又美的大长腿 嗯 我们去泡温泉了 那儿的温泉是男女分开的 去问问就知道 你知道这条腿是谁啊 老胡的 好了 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呀 你以前不最讨厌解释了吗 以前我觉得你作 我问心无愧 凭什么要跟你解释啊 但是这么些年你在成长 我也在反思我自己 安全感是相互的 再一个人 就要主动给他安全 马依依 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在一起 可能我现在容然是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男朋友 但是我会一点一点地进步 就先从给你安全感开始 你看这儿 你干嘛呀 给你录进臉手机啊 想秀恩爱 就拿我的手机去 让全世界都知道 不过你得先化妆 我怕你素颜的样子 他这么冲了 好 老人 你是不是一直上头 才跟我说这些呢 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以后的每一天 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给你宝贝 那 那倒也不能说真的 有点烦 你一个磨人精 你还嫌我麻 你不是说了吗 我也在成长 再说了 我也要学会跟你一点信任 那你们意思是 你答应我了 我们重新在一起 嗯 但是非塞定爱向你了 嗯 回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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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了 来 去吧